中所周知 在曾经美苏冷战时期 美军的空海两军对于苏联有着哑倒性的优势 但是苏联的陆军却十分强大 俄罗斯就继承了苏联陆军的油粮传统 然而一向以陆军为傲的俄罗斯 居然十分罕见地承认了一款陆军核心武器比中国差 据了解 越南采购的第一批T90S坦克已经成功抵达越南港口 许多国家对于越南此次赤巨资 采购第三代主战坦克纷纷发表了意见 看来越南也被俄罗斯其强大的陆战能力所吸引 有趣的是 俄罗斯人表示T90S坦克的性能十分优越 在国际市场上也是备受各国瞩目 而这次越南是第九个被其优越的性能所征服的国家 事实上近些年来在陆地上最具军事价值的 还是坦克这个陆地神兵 在美国曾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当中可以看到 坦克战车可以很好地为士兵们提供防护 普通的子弹与炮弹对于厚重的坦克来说不过是挠痒一般 但是遇到反坦克导弹就难说了 据悉俄罗斯的T90S坦克重46吨以上 且装有125毫米口径的滑塘炮及12.7毫米的防空武器 射速能达到每分钟200发以上 其自行反坦克导弹的最大射程可达5公里 同时还具备夜间的搜索功能 除此之外其在防御能力上也是相当优秀的 同时混合了传统钢板 符合装甲 爆炸反应装甲三种防御 说到这里许多网友们就不乐意了 如此优秀的作战性能凭什么承认比中国都要差呢 实际上对于越南的山区地形来说 这样的武器发挥不了重要的军事作用 相比之下 中国的VT5坦克33到36吨的自重 在此地形占据着极大的优势 值得一提的是 中国的VT5坦克炮的抚养角大于T90 这也是在山区作战的一大优势之一 虽然在硬件配置上不如俄罗斯的T90 但是在这种地形之下 也是有其十分羡慕的功能所在 有趣的是 俄罗斯人还暗示越南可能考虑购买中国的VT5坦克 据了解 泰国就接受了首批28辆和第二批10辆中国的VT4 并且在去年的11月15号还追加了第三批订单 同样缅甸和印尼也购买了中国的第三代坦克 百去年纪六十辆和印尼也购买了中国的派英文 本来就导致美兰神 toll 年纪六十辆和印尼也购买了中国的资格 全部都一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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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动作画 二十年纪六十三广和印尼也购买了中国的这些东西 三十九十四十年纪六十九十三月